有了選秀新鞋的加入 裝置各隊也盤算著最佳陣容 進行下半季衝刺 從最新的六神名單 就能看出規劃 取得上半季冠軍的中信兄弟 今年加入的八名新秀 只有剛簽下隊史新高合約的 火球男于謙被帶進名單內 在目前來福利和王凱成 因為傷勢被註銷的情況下 看起來于謙如果在二軍 適應狀況不錯 渴望成為接下來一軍投手的極戰力 而佔居下半季龍頭的統一師 則是一口氣把六名新秀 放進六十人名單中 是各隊最多 包含首輪的榜眼林子豪 還有何恆佑 其中已經在二軍開始出賽的 何恆佑目前九戰 十五打數六安打 打擊率達到四成 長打率也有破五成水準 表現相當強眼 守備上二游都能戰 再加上平鎮時期的 當家三壘手林子豪 獅子軍積極補充內野防線 外居第二的富邦漢將 只註冊五十九人 是唯一沒有滿邊的球隊 第一輪選到的張靖德 已經是一軍可靠的重炮捕手 至於第三輪的文化強打 陳真也已經開始在二軍比賽 對於富邦追求 國力極大化的打線來看 有一定的功能在 不過漢將最讓人關注的 絕對是因為截圖事件 已經被下方二軍長達三個月的 胡金龍 儘管在這之後 都沒有出賽紀錄 但只要還在這名單內 也代表胡大哥接下來 還有在一軍出賽的機會 至於樂天桃園 則擺進四名新秀 有林子威和徐俊陽兩位投手 以及第一輪的馬傑森 和林振華兩名野獸 新秀們等著挑戰一軍舞臺 而大人的世界 則在為紛擾而苦惱 裝情兄弟的投手教練 佛斯特十七號對上富邦 因為抗議好球帶被竹神趕出場 以規章被聯盟罰了一萬塊 巨大的滿城風雨的向元大戰 總教練邱昌榮上場抗議 推擠裁判被驅逐出場後 也遭到罰款一萬元 至於樂天桃園縱美 曾豪居的抗議後改判事件 看起來也有些手部動作 但聯盟賽後經過討論 也說明曾豪居只是手指本壘時 觸碰到裁判 和邱昌榮的情況不同 因此沒有罰則 不同結果恐怕外界討論 更有的說囉 所以引誘規則不到位 就會出問題 外界討論 新聞綜合報導